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Tesla Tuesday 第一個我們首先要來感謝 來參加我們Airvine車聚的朋友們 很多都是長期支持Tesla的車主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好笑的是 大家可能大概知道我們一年可能開個 兩萬三千mine 然後我們竟然有遇到車主開五萬mine的 然後竟然還有遇到一個車主他一年開十萬mine 他那時候的車子是有免費充電的 所以他就等於是開越多省越多的概念 非常非常驚人 除了有很就是很開心的分享Tesla的心得 當然也有有好的有壞的 不過我相信大家就是希望Tesla越來越好 然後在車劇的時候也有朋友提到說 他去看Rivian的實車很喜歡 覺得質感很好 我們也有安排體驗的活動 完成之後會做影片給大家看 目前來說只要是看過Rivian實車的人的評價 都很高 我們也很開心就是 終於有更多有實力的競爭對手進到這個壹立市場 比較誇張的是最近的Rivian股票 因為剛上市也是就是造成有點紅洞這樣 他們那個時候說 訂車的車主可以換股票 對 就是用原價購買股票的意思嗎 那在車劇裡面另外一個大家最廣泛討論的問題就是Beta 到底Beta如何呢 然後右轉的時候 右邊 好像是速限大概50 60的那種 然後停在這裡 對啊 就停在這裡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啊 對 他這個會等到太陽下山再走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們的星期四Beta去考試 其實因為已經發了幾集 然後有些朋友會說 你們那個收音好像不太清楚 會盡量在收音跟講話上盡量清楚 比較像是體驗型啦 對不對 在我們的Beta測試的影片裡面 有一些頻道的朋友就會問我們說 難道Beta從來沒有出過車禍嗎 其實啊 我們跟美國那些BetaTester的YouTuber們 都有一個群組 彼此會 平常就會交換新的啊 聯絡狀況啊 我發現其實大家都是非常小心翼翼 然後對Tesla也是呵護有加 當然這不代表他們沒有批評 其實大家的批評都很直接 因為他們希望Tesla真的在進步 所以他們會把他們所有的心得 所有的感想 如何讓Tesla真正的知道 真正去趕進 說是這樣的時候 的確前一陣子 真的有一個Beta的事故被報道出來 這個事情是這樣 因為有一個BetaTester 他主動是主動喔 主動回報給Nitsa知道 他也發生在南加州 他說在一個左轉彎 他試圖阻止的時候 無法阻止 車子就已經撞到左邊的另外一台車子了 但是他的說法是說 Tesla不讓他這麼做 這個經驗跟我們的不太一樣 對 因為我們知道Tesla的特點 就是說 Tesla很容易 因為他想要 甚至太容易 對 一不小心就中斷了 對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情況發生 如果說是左轉彎的話 真的有過 就是等於是兩台車一起左轉 然後我們右邊的車子 靠我們太近 我們可能差點要撞到它 然後我們車子就發出警告 我就立刻把它轉向 對 然後就結束了 的確真的有可能在路口它會亂飄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他每次都在轉彎的時候 提醒你要握住方向盤 如果是說Tesla不讓你這麼做 應該是不可能的 社團的朋友會在我們社團裡面分享 他們自己做BetaTesla的經驗 真的 就是 這真的是Beta 然後大家真的是安全第一 對 很重要是 就是考量自己的Comfort zone 以安全為 怎麼講過 因為他們都說我好像很敢 但我在想說 是不是我 嚇傻了而不知道要反應 但我是連試都不敢試 下一個新聞 Model Y有新的Cargo Power 是從香港那邊 車友告訴我們的 香港Tesla表示 已經拿到車子的Model Y車主 是可以回原廠去做Retrofit 因為他們也沒有交車太久 有人在問說 這個Cargo Cover有什麼好處 可以幹什麼用 我不知道大家的習慣怎麼樣 因為多數的先輩車或休旅車的後面 都有一個這樣的障礙 一來就是你可以遮住裡面的東西 算是一個隱密性 美國有一些地方真的是 自然不好 自然不太好 然後如果你東西放在裡面 大家會敲破你後面的玻璃 然後就把東西拿走 所以如果蓋住的話 或許可以減少一點點 或者說增加一點難度 它可能不容易伸進去 隱私跟安全上的考量 還有其他車主說 加了一個帳板 有可能可以阻絕一些後面來的噪音 免費Retrofit這個事情 在美國應該不太可能發生 就是因為我們賣的數量比較多 而且這個價格 對Tesla來說應該是滿高的 市面上網站 你可以看到很多 3rd party的Cargo Cover 多數網站賣的 大概都150到200中間 它們都是幾乎是長得一樣的 是用拉鍊式的 我們之前的Infinity 也是這種拉鍊式的方式 這個是各大 不管是Tesla mania 或是Tesla rade EV Annex 他們都有在賣這樣的東西 我們還找到另外一家 它就是應該看起來 是美國手工打造的 他們做的規模比較小 感覺上不是擅長在做電子商務 可是他們在車主 各個EV車主的論壇中 都滿活躍 一個人推薦的 另外一種方式的安裝 跟使用 未來原廠的Cargo Cover 是怎麼樣呢 不像是Model S那樣折疊式的 在Model Y上面是 拉起來折上去之後 呈現一個Z字型 不太一樣 可是一樣是磁吸式的 例如說 現在我們看3rd party 是可能150到200 那我問你 原廠如果提供這個回廠 加價安裝 改裝 多少錢你可以接受 500塊以下 因為我覺得我喜歡是原廠的 因為它等於是說 整個不會改變我需要安裝上的東西 所以它是把那個板子都換起來了 你不想要再貼魔鬼毡 不想要再掛鐵架 然後你希望就是一片就做好了 對 那你覺得對於Breaking也會有幫助 沒有幫助 Breaking就是一定要東西要藏起來 或是戴在身上 或是你真的就是放在Franc裡面 還比較實在 在加州有個慘狀就是 它不管你有沒有東西 它就是會敲你玻璃 你怎麼樣都無法阻止它 很囂張 我原本想說你會講 比如說250 我多少了 真的嗎 500不錯啊 我們預算拉高 講到香港這個新的 有CocoCover的事情 頻道朋友跟太太聯絡 他們就是熱騰騰的 2022年的Model Y 其實他們本來是想來參加車劇的 但很好笑的是他們 就是我們正在車劇的時間 他們要去拿車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來 但是我們就也跟他約了說 啊你拿了車之後 那我們隔天去找你好不好 對我們就馬上去看了一下 他們的2022年Model Y 而且是盜版 正牌盜版Model Y 正牌盜版 是盜版的 因為他們對於那個Quality 真的還滿滿意的 這個2022年版的Model Y 跟我們之前 2021年底的Model Y 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們還是要再一次強調 Tesla跟之前所有車廠的 整個cycle都完全不一樣 它就算換了年份 也不一定會有任何的改變 它不換年份 一樣會有給你驚喜 它可能 maybe下個月 車上又多了一個什麼新的東西 就像之前那個腰靠 也是就這樣子就取消了 也不是因為跟年份有任何關係 倒數最近很誇張的是因為零件短缺 還有一些人拿到的車子是 連USB-C port都不見了 對然後他也不會主動告訴你說 你這台車子可能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自己發現之後 然後你要回去Service跟他講 然後他會跟你說 你可能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我們有零件的時候 你可以回去裝這樣 這是蠻誇張的事情 據說Service Center的那些 Advisor們也是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公司並沒有跟他們說 現在交出去的車子 是沒有什麼東西的 然後我們也發現說 零件短缺道 連那個中間那個trade也沒有 所以你可能就是 要去買個Service Party的trade放在中間 這位新車主朋友呢 他有幾句話要勸未來要領車的 要訂車的學弟妹 正牌盜版Model Y車主再加一 其實車主是這一位叫Curry 我有Curry買的 你好 好開心喔 他好開心 他快做不了了 OK 沒關係 之前我們才看過其他車 那這台有什麼不一樣呢 這台是2022年的 要怎麼知道它是2022年的呢 其實就是看你的V-Number 如果V-Number的第10個號碼 是N N as in Niki 那就是2022 如果是M M as in Mary 就是2021年的 最重要就是 希望你給之後的那個學弟妹們 有沒有任何一點意見 個人一點點小小的淺見 是我覺得 買車的話 如果決定要買Tesla呢 我覺得趕快去 schedule a test drive performance跟long range 就開看看 怎麼樣符合你個人 或者是家庭的需要 說如果現在要訂 跟你那時候差價已經差 五千塊 八月到現在 十月中已經差了五千塊錢 恭喜現賺五千 謝謝 你說你們車子有買FSD 沒有 沒有買FSD 如果你的車價 尤其你在加州 在車價沒有超過六萬的話 你就一開始先不要去買FSD 這樣子你就能夠 eligible for 這個 California Clean Air Rebate 然後接下來 買了車以後再加上去 這個是他提供的 Strategy 是這樣 Either你可以 之後再買FSD 或者是你就用Subscription 也是可以 Subscription的方式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如果要 買Tesla的話 在交車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多看看隔壁的車 不要看自己的車 看看隔壁的車 在比上你的車的時候 如果隔壁的車 是這個 比你的車 比如說一個縫隙 它的比你還大的話 你可能心裡面就會覺得 覺得feel better 你會覺得 我的車其實是完全within spite 就是我們說的 倒板跟正板 差不多 很好 謝謝Shorin 還有Curry 謝謝 Curry已經下班了 其實Tesla這個特殊的事情 我們之前在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也是會被拿來考試的一個事情 Tesla到底貴不貴 例如說他們就是拿6萬塊的車子 把所有車子都拿來比 6萬塊的車子 你可以買到很好的油車 可是現階段在EV 你的選擇就是不多 就是你的PARTY是什麼 你的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對 6萬塊你就是要買到一台車 或者是6萬塊你要買到一台EV 對 那你的選擇 跟你的標準就會不一樣 是 我們很開心在 ERVAN這邊辦了車聚 有點臨時 有點驚喜 真的有人來 然後也很多人問我說 那我們在灣區也要不要辦一個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 在今年年底之前 在北加州也辦一個車聚 如果大家有什麼點子可以丟出來 例如說 像我們參加矽谷的 美國這邊的車聚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小小的 大家一起去開一段路 那也可以 那也不錯 或者是有人建議說 不然我們就找個公園 然後叫Kater 一起在公園聚會 因為我們原本就是想要找真奶店 開發新的真奶店 可是因為人數如果 例如說超過五個十個 那就不太適合了 不一定有那麼多地方讓大家做 而且就在室內 總之呢 留言或者是message我們 關於你的idea 一起討論 然後我們讓它發生 好 那就這樣囉 感謝大家的觀看訂閱按讚分享 掰掰 那你這是有NG嗎 沒有 有啦有NG 正牌什麼 這是我才不想等 一定要有嗎 昨天那個 欸你 你還有在錄嗎 沒有 沒有 昨天我們錄影的時候 薛文就說 這是正牌太太 我說你卡住的時候 對 那我們可以把那頓解決 好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他這樣待不住 沒關係 就抱五分鐘 抱幾分鐘 無所謂 他想走就讓他走吧 對 好 恭喜 20 欸不對 等一下 Model Y 倒板車主再加一 這是正版美希太太 對 好 來 好 恭喜 正版 欸 正版是倒板 正版倒板 Model Y 車主再加一 Model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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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